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你的姐姐上台好吗 好 女生们 先生们请她出场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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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坐下来吧 好不好 跟妹妹一起坐下来 姐姐也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颜杰 是蓝蓝的姐姐 姐姐刚才在后台有没有听她唱歌 如果有来生 是的 点评一下 因为她以前是一个 还是不是很自信 不自信 而且小时候的话都是那种 一般都不跟别人去交谈的 今天能就是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表现得已经是很不错了 非常棒 对 刚才小兰已经说了 你在上大学的时候 业余时间去打工 因为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 我们来讲 学专业真的是不可能的 所以的话 我的父母已经很辛苦了 年龄也大了 这样子的话 我就也是想让我的妹妹以后 能在社会上立足 所以的话 我一定想让她 学一个一技之长 作为姐姐 作为长女 我觉得我应该要 为她以后的人生 做一个规划 你同时做的最多的工作是几份 两份工作 都一到周五 中午两个小时 晚上两个小时 周末的话是十二个小时 因为做导供嘛 妹妹最开始知道姐姐 每天要做着两份工 不知道 是因为有一次放国庆假的时候 姐姐看我待在家很无聊 她就说 原来要不要过来玩一下 我说好啊 到了周末 她就带了我去了一个地方 原来姐姐是在这里工作 帮别人卖衣服 我心里想 原来姐姐这么辛苦呀 别的同学出去玩了 她连周末都没出去 还在为别人打工 在读初中的时候 同学们都在学钢琴 然后姐姐说 要不然我给你送一台钢琴 然后妈妈说钢琴太贵了 就买一台钢琴吧 我开始以为是姐姐是骗我的 没想到后来 我回家的时候 看见那家钢琴 真的在我的窗户边 每当我看到这台钢琴的时候 我就充满了自信 这台钢琴 就像我的守护神一样的 让我浑身充满了阳光 有个姐姐真的很幸福 如果没有姐姐 我可能现在也不是这个样子 你是一个很幸运的姑娘 对吧 有这样的姐姐 刚才说到电钢琴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照片 我们的大屏幕看一下 这个钢琴 问一下姐姐 为什么要给小兰 买这样的一个礼物 因为她很喜欢 我们在农村 城里面才有学音乐的 因为在学校里面 如果留得太晚的话 就没有公交车搭回来了 所以的话 我就想让她 在家里面也多练习 就利用了我那个 寒假工 得一份工资 就跟她买了这一架钢琴 电钢琴给你的改变 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虽然我弹钢琴 比别人麻烦一点 不过没关系 我不想让姐姐 这些钱白费 我想把电钢琴 学得更好 不想让姐姐失望 姐姐能跟您聊一下 您这边的 现在的情况吗 你现在已经 就早就大学毕业了吧 对 对 工作几年了 在那个证券公司上吧 你看你现在工作很体面 人呢也很漂亮 肯定很多男人追求您吧 我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女儿了 已经有家庭 有小宝宝了 但是我是一个单亲 可是你自己也有下一代 也有自己的家庭 他们也是你的亲人 是的 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很委屈 但是我看到 我妹妹 蓝蓝 现在这么的勇敢 这么的自信 我觉得 我这一切付出的 都是值得的 因为人的一生 总会有事有得 顾及不到那么多 毕竟 亲情永远是改不了的 血溶于血 我的父母养育了我 我不能不顾及他们 我的婚姻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在平时的生活中 我妹妹也很懂事 有时候加班的时候 就是我妹妹 帮我带我的女儿 带她玩啊 帮她换尿布室啊 做一下家里面的卫生啊 不管以后怎么样 我们一家人 在一起开心就好 我坚信 虽然我是单亲妈妈 我以后也还会有 属于我的幸福